我前幾天呢就是看到他們的GPS 另外那個女神他在那個西羅 然後因為是要陪我男朋友去找他的阿嬤 他阿嬤去那裡就是走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西羅大橋的時候就卡住 然後就卡住 然後看旁邊的人一直走過去 然後說啊算了我下來走好了 然後我就下來走 沒想到西羅大橋這麼長欸 超長的 你有走完嗎 有啊 就是走到他們結束 然後外面就是比較蓬順之後 然後我又上車然後再到那個老大媽那邊 跟著走現場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喔很棒 因為那邊的人非常的熱心 他就會一直給你出跑 一直給你吃的 一直給你喝的 一直丟給你 一直一直給 而且還有有人走過去的時候 加油這樣子欸 就跟你說加油這樣子 就會覺得很棒 然後大家不是 有些人就是身上不背著的東西啊 就會覺得說哇好厲害喔 因為第一次是下來走 然後就看到 大家真的都在那種路邊 搭帳筒 多了 因為哇 他其實在路邊搭帳筒 很冷欸 但是大家都會有包冷的包 除此之外 你在路上還沒有看到一些比較感動啊 感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感動感人喔 因為我們感動感人的話 我們那天路上去的時候是都是走 就是沒有遇到 就是媽祖地帶還是什麼的 因為就是等他已經住駕之後 我們才進去的 好像沒有特別感人的 但是都會看到有人走的時候 後面是有別一塊牌子 比如說祈求他的丈夫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祈求他的家人兒子 什麼生病趕快好 出之類的 因為聽說那個媽祖地 甚至是會很溫暖啊 很有很靈驗 如果是有特別有人需要 怎麼樣的話 他是真的會停下來幫助 這一次你有沒有許下特別的願望 許下特別的願望喔 我有許一個願望說我 因為我有去試鏡戲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給你算三年 這樣子 對 如果我選上的時候 我再拿東西回去 他的那個通宵那邊去找他 謝謝他這樣子 有沒有許說要結婚之類的 結婚喔 結婚不強求 現在工作比較厲害 要工作比較好 就是想要演戲 想要唱歌 那些要先完成他 嗯 對啊 結婚之後 就會很難去完成那些事情啊 所以先把自己的夢想完成之後 再去做那些 不一定要完成的事情